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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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好强大的灵力呀 太苍神枪 白绝真神的神器出世了 快 带着师弟们去万山药看看 是 师兄 这难道就是师祖说的太苍神枪 相传料望山 乃是白绝真神在夏季的修炼之地 此枪以火蕴养 又有如此强大的神力威雅 定是太苍神枪 太苍神枪 终于现实了 天地陛下有令 若是遇到四位真神的神器 必须送回天宫 你们在这里等着 不要靠前 师兄 师兄 火蕴灵 火蕴灵 是神兽火蕴灵 火蕴灵 东华坐下弟子贤善 动师命 寻找白绝真神神器 不义冒犯太苍神枪 还请您 息怒 滚 走 回去禀告师尊 快走 禀 禀陛下 太苍枪在廖望山出事了 太苍神枪出事了 看来打开神剑也忘了 可带了神枪回来 东华正要禀告陛下 那神兽火蕴灵 也出现在了廖望山 有那火蕴灵 相护 无人可靠近神枪半步 夏军有福陛下所托 未能将台仓神枪带回 你是说红日 也出现在了廖望山 正是 自古以来 这天地间的确只有红日神军 抑制麒蕴神兽 东华也是如此猜想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小徒贤善与那火蕴灵交过手 他道蕴灵神军 虽神力不凡 比之陛下 却差之原意 也许 只不过是一缕残魂 怎么会呢 当年红日与众神 为了对抗魔族 陨落在神界 他的残魂计 出现在这廖望山 说明白绝神尊 当年也离开了这神界 来过这廖望山 等等 下军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询问神军 不知神军 可否一步后点 那北海上军的容貌 与白绝神尊如此相似 如今太苍神枪 又在廖望山现实 或许他们之间 不管何种猜想 也下先得到神枪才是 如今廖望山闹出 这么大的动静 只怕妖族中人也会前来 东华 即刻传我赵令 先祖 上仙品接手 皆可夺枪 谁人得神枪认主 这枪便属于谁 可陛下 这仙妖接来 只怕会生出乱子 你放心 届时本地会亲临现场 出任何乱子 本地亲自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